摘戒月期间很多人都会到摘戒月市集购买美食 但是网传一个视频却令人大倒胃口 只见一名小贩摊主不知何故 往食物吐口水让网友直呼好恶心 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这起事件是于本月19号在纳敏摘戒月市集发生 画面可见摊主在搅拌印度馅料煎饼食材的过程中 做出了疑似吐口水的动作 不过摊主已经做出否认 并指他只是在检查食材内有没有蛋壳 对此纳敏卫生局正收集事件的相关情报 纳敏警区主任阿末贾威拉则发文告说 警方至今已经接获三宗相关投报 目前将援引通讯及多媒体法令展开调查 另一方面社交媒体流传的视频可见 一名网友日前在一家妈妈当用餐时 突然听见隔壁桌传来一阵骚动 画面显示一群巫义青年 共点了四份炸鸡椰浆饭 其中两份椰浆饭的炸鸡竟然爬满蛆虫 据了解其中一人差不多吃完时 才发现炸鸡内有虫 不禁发出惊叫 炸鸡内的蛆虫极多 而且体型肥大还不停在蠕动 画面相当恶心 网民也在贴文标注巴达林在野市政厅 希望当局能采取行动 炸鸡蛋糕 炸鸡蛋糕